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珠海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李玉浩 我最近才刚刚来到蒙赛罗这个学校 刚来之前我听说这个学校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来到之后我发现这个学校虽然它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硬件设施是非常的齐全的 可以用麻雀水小五脏俱全这个词语来形容 刚刚来到学校嘛 所以很多的一些语言方面跟当地美国人交流还是有一些障碍的 学校里面的老师都是非常热心 然后他们愿意去帮助我 尤其是我们的校长 陶校长和孙老师 他们都非常热心的帮助我们来到这里的三个人去 带我们去办银行卡 电话卡这些事情 让我们他们尝试着去让我们尽快的适应在美国的生活 我来到这里之后也跟美国的蒙赛罗的一些老师进行过一些交流 虽然他们跟他们交流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学生是非常热心的 而且他们很努力的去想要帮助我们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待着短短的时间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到这里来留学去体验一下美国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肖伊 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是来这边学习game art 我刚来这边才几天 但是这个学校的老师都非常nice 非常热情 而且呢 虽然说这个学校比较小 但是它的环境非常好 非常安静 而且治安也不错 附近都有很多的吃的地方啊 然后还有market啊之类的 都很方便 而且这里的街道都非常干净 然后人都很nice 很worn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就会对这个学校会有一点了解 这边学校的那个设备都非常的先进 十分的好 然后都是用什么苹果啊 外星人什么的 呃 墙哨都贴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学生作品 都非常的出色 呃 呃 这里的这个学校也很漂亮 然后环境也很好 然后 大家好 我是袁泽志 我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驻海学院 然后 然后我就是来了这个蒙赛罗大学 大概有三天吧 我就感觉这地方的人都非常的nice 就像你们见到的米狗一样 这个所有这里的人基本都是 都是像他一样 都非常nice 很乐于帮助